弟兄姐妹平安 神的话语是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 我们今天要继续来看诗篇第九篇的十五到十八节 那么十五到十八节这一段 如果我们对应前面的第三节跟第六节 那我们会看到他所讲的就是 那些欺压我们的人 也就是所谓的仇敌 他会发生什么情况 也就是说当我们自己 从困难当中抽离出来的时候 那我们就会开始看到那些要追杀 要伤害我们的人 其实他自己是落在可怜危险的光景 其实神对于救徒的一个呼召跟期望是极高的 就如同耶稣基督当他在十字架上 正在为着罪人受苦的时候 耶稣却说主啊求祢赦免他们 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知道 耶稣看见那些正在古代祂的人 他们的生命正落在什么样黑暗的情况 而我们既称为我们是主的门徒 我们就当知道所以上帝也期望我们 就是当我们在一些情况里面 我们觉得受到一些人的压力压迫 我们能够因着真知道我们有神与我们同在 真知道我们所追求的 所拥有的是属天的盼望 真知道我们所得着的是生命里面的荣耀 跟丰盛 以至于能够看见那些人 其实当他们活在那个景况里面的时候 他们其实落在各样的恐惧 各样的无助 各样的困难的里面 那么第十五十六节所说的是 外邦人陷在自己所觉得坑中 他们的脚在自己暗设的网罗里缠住了 耶和华已将自己显明了 他已施行审判 恶人被自己手所做的缠住了 那么十五十六节其实在前面也有类似的说明 也就是说 其实恶人所设的计谋 他所设的网罗 到后来都会变成他自己的网罗 也就是说当神的审判显明的时候 就是显明到底什么是属乎真理的 什么是神所要的 当那个显现的时刻 那么这些人所有一切的计谋就会变成自己的一个困难 那十六节将自己显明 原文是被认识 而因着神施行审判 就让恶人认识神的权能跟性情 那么其实这也是审判显明 以及价值观的彰显 那十六节的下半 原文是 皮尔华被认识 他行了审判的权柄 因他守的作为 恶人被引入圈套 那在这个地方我们会看到 因他守的作为的这个片语 放在这里 可以有两个层面来体会 首先第一个 表明这既是恶人自己的作为 那么却也是在上帝更广大的心意中 而就生命实质的意义来说 恶人所做的 其实必然是让自己的生命状态 陷入网罗 陷入各样的错误跟困难的理念 并且恶人所做的 也会让自己离神 所要的美好的生命的 这样的福分会越来越圆 而就环境来说 我们会看到 当诗人向神呼求 那么求主 救赎显明的时刻 那么其实就是让恶人的计谋 成为自己的网罗 所设的陷阱 终归会临到自己身上 而当这个现象产生的时候 一方面也保守 兼顾一人的心 但其实另外一方面 这仍然是神救赎的一个部分 就是让恶人有机会 能够透过失败回转 所以神的审判的显明 其实不论是对义人 或是对恶人来说 它都可以是一个恩典 而我们对于审判 我们真的要有一个认识 就是神如果不是在今生显明 祂的审判 那么我们就要是在永恒当中 才会去面对 所以这对我们来说 也应该是一个警惕 如果我们生命当中明明的有一些 这个我们自己知道的错误或是困难 但是我们却迟迟的不去面对它 好像上帝在今生没有兴起环境来 拦阻我们阻止我们 我们就以为这件事情 可能上帝不重视 不在乎 但是这样子的想法其实是非常的危险的 因为我们当知道凡是不属乎真理的 生命当中隐藏各样的罪恶的 那么到了永生的时刻 当我们与神面对面的时候 我们生命当中一切的景况 还是要在神的面前要交账的 所以作为基督徒 我们需要有两方面的意识 一方面知道说 我们是得着神全然的救赎 所以我们能够在神爱的基础里面 得着上帝一切的帮助 并且知道我们是神所爱的儿女 神希望我们像他 但是另外一方面我们也要知道 那么到了我们离开这世上 与神面对面的时刻 那我们这一生的果效 就要显明出来 圣经也很清楚地让我们知道 我们一生的果效是从心发出来的 所以到了永恒的时刻 我们的心如何 它就会在神的面前 以及连我们自己 或者是在永恒当中 就会全然地赤露敞开 那我们的心里面 如果有各样的污秽 邪情私欲 或者是对人有各种各样的嫉妒 愤怒 或者是我们有隐藏的骄傲 贪心 而这些我们在今生 却不知道要去处理的时刻 那么神即使赦免我们的过犯 我们带着这样的生命 进入到永恒里面 其实我们还是会面对 我们永恒的真相 所以我们需要知道 其实神给我们在今生的救赎恩典 是非常非常的宝贵的 因为这是给我们一个 全然得释放的机会 让我们能够靠着上帝的恩典 能够使得我们的生命 能够渐渐地趋向 生理所说的完全 所以对我们来说 我们所知道 已经在我们生命里面的困难 我们要愿意勇敢地来面对神的话 并且祷告 求神能够帮助我们 让我们真的是能够 与我们的罪恶抵挡 然后征战 然后乃至于到一个地步 就是不论如何 我都不愿意这样的困难 继续停留在我的生命当中 那当我们愿意如此行 透过圣灵跟真理的 运行在我们的里面 那我们的生命 必然能够一天一天 不断地成长 不断地越来越美好 那愿神祝福我们每一位 让我们在今天 我们就经历神 在我们生命当中奇妙地工作 谢谢大家